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网上特别引发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要动手拆中国的防火墙了 起因是因为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提交了这么一个法案 巴拉巴巴巴一堆 等会我们会说 那么这个法案是怎么回事 它是否真的能够拆掉中国的防火墙 给中国人民以信息的自由 或者说这个法案本身有没有拆墙这个意思呢 不像网络上有一些人分析的那么简单 和那么的一厢情愿 所以今天砖头想花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让大家听一下我的看法 你看看在理不在理 好 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是由共和党人 在周二六月十四号提出的叫中国社交媒体对等法案 它的法律依据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依据这个来进行这个一个扩大的制裁权限 立法者称允许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包括他们的发言人或听命于他们的个人和代理人实施制裁 制裁的具体措施就是禁止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向这些被列入特定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设立账号服务等 那么同时呢 法案也说这个是可以豁免的 可以中国的高级官员不用遭受这个待遇 但代价或者前提是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点 就是说除非这个总统对他们做出豁免 而总统要做出豁免 他必须要向国会认证 认证什么 认证中国政府和中共以可验证的 就是可以确信的取消了对于美国政府官员访问 使用或参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限制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说外国的外交官在你中国的推特上 在微博上动不动被404 动不动被限流 动不动被禁言 你不能做到这一点 然后呢 也要取消禁止在中国的人士访问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或浏览美国政府官员和人士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的一切形式的审查 那么换言之 就是除非中国政府把墙拆了 让中国人民可以随意的浏览什么推特呀 留点外国的这些网站啊 哪怕是那个非死不可是吧 也可以看 必须要做到这样 那么这个对等的法案的制裁才会取消 那么在会议上 领衔提出这个法案的叫马斯特众议员 在这个声明中说 自由终将战胜暴政 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采取严厉措施 阻止美国思想出现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 这项法案关乎公平竞争 不应允许中国官员一边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 网站上进行宣传 一边极力阻止自由思想 在他们自己平台上的自由流动 好 那么新闻说完了 简单的来看这个新闻 用直觉来感觉的话 确实很像美国政府要出手了 目前来看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 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又不用额外掏什么钱等等 所以普遍认为这个通过性很大 那么如果他通过的话 那么不就是强迫中国政府拆墙吗 你不拆墙 你赵立坚怎么在网上偷着乐呀 对不对 你华春莹你怎么去质问 你们来到过中国吗 你没办法 没有途径了 你不能上网了呀 对不对 听起来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注意我前面说了 这是直觉 咱们频道不是那些说 看今天说 想吸粉红流量了 我就往粉红了说 过往天一看 掉粉了 完了以后吸不到粉红流量 我这边观众也掉 那我就再回来吸反共流量 咱们这个频道从来不干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的本质该是什么 至少我认为该是什么 我就原原本本给您说出来 所以今天给您交道两句 我是怕有些人你们心里都承受不了 刚高兴完 那又如坠冰枯 但是话还得说 您听听我分析的在不在里 首先第一点 这个事情的本质 不是什么美国政府拆墙 很多中国的网友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因为中国政府太强大了 它控制的力太强大了 它管得太严了 现在连生孩子都要管了 所以你们盼望着一个强而易的政府 来帮助你们撕开这层铁幕 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 但是遗憾的是 这是现实事件 是一个残酷冷酷的现实事件 美国政府从来就不对中国人民 负有任何的义务和任何的责任 现在美国对于中国 这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一些帮助 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应有的一个利益范围 它是进入一个道义范围 是额外的 你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拆毁中国的防火墙 是一项 如果真要拆毁的话 你需要进行一项大量的外交资源投资 和一种设备的这种投资 美国政府拿不出这个钱 他也不愿意拿这个钱 所以这一次的事情 你仔细分析一下 中国政府不用推特 不用脸书 不用这些外媒的这些媒体 这是一个砝码 这个重量 你垫了垫了有多成 你再垫了垫了 让中国人民随意的去浏览外网 去了解真实的信息 去了解其他国家 花在医疗上的 占的GDP的比重 花在其他国家教育上的比重 花在其他国家 花在社保 花在各种社会福利上的比重 然后看看其他国家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在动态清零的情况下 人家过的那种人过的日子 和咱们中国很多网友 被关在家里面 像笼子里的 我都不能说宠物 关在笼子里的生物一样 这种动态清零 再加上中国这些年 建造国内强烈的整体的维稳体系 新闻体系 这些投入 你觉得这两个砝码 华春莹他们不能登陆推特 清如红毛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两个砝码是不对等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面前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别说让这些中国的官员 高官不允许使用高层的社交网络 你就算是说以后中国 你都不能说 就是你的官员不能出国 他们也在所不惜 绝对 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 让中国人民了解外面的世界 是绝对绝对一万个不可能的 因为这直接和他们的统治崩塌 画等号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议员我不相信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或者说我不相信他和他的智囊团 他的幕僚不能够理解这个原因 所以美国这次的是要干嘛 他不是要让中国把墙拆掉 不要听一些就是说 人的这个一厢情愿 也许他们的想法是好的 也许他们意愿是好的 但是抱歉 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种选择题 只有在砝码接近的情况下 差不多 我跌了那了 有的选 这种叫帮你拆墙 而这种必然没得选择 巨大的这种 重量差的话 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把中国从世界的舆论平台上 这种所谓的正能量 讲好中国故事这种战略 把中国一脚踹出去 然后把门关上 这叫让他滚蛋 而不叫帮你拆墙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层级 也是完全不一样两个动机 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如果说这个法案能够成功的话 能够通过的话 它带来的直接效应 就是中国以后 在舆论战上 尤其是在台海问题的舆论战上 中国将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劣势的下风 也就是说在未来国际上 尤其美国等的一些社交媒体 他们在讨论我们要不要出兵帮助台湾 日本在讨论我们要不要派兵驻台湾 现在已经说了 说这个年底的时候 日本的武官要驻台 那么会不会以后日本舰队要出台 等等等等 这种的讨论 那么至少中国的官方 不能在前面打耳大旗 宣称一些东西 然后让粉丝在下面聚集 造声势 不能了 这是一顶多说 在舆论战上形成一种优势 也就仅此而已了 而且这个法案在具体的执行步骤上 还有很多的问题 你比如抖音 抖音到底算哪国的公司 对不对 他在美国 他是否要遵守这个法律呢 那有没有一些豁免权呢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抖音 华春莹他们可以使用的话 他们不过换了一个战场 然后别人转发他们的东西 不是一样吗 那有个朋友说了 说你春头你仔细看 这条款里边说了 那条款里边说了 说他和中国 中共和中国政府官员 和他们的代理人 都会被查 都会被关闭 是啊 理论道理是这么说 那对吧 毛主席还教导人民说 说好好睡去天天下账呢 是吧 毛主席还说为人民服务呢 你信吗 他做到了吗 这不扯蛋了吗 对不对 这个世界有一个概念 叫做执法成本 这个法案规定的很详细 但是在我看来 作为一个常年观察 这个政治啊法案的人 我只能说 这里边的一些细节 设计的有一些天真 因为它的执法成本过高 你比如说 对一个公司进行制裁 那么这个执法成本 相对来说是要少一些 因为目标是确定的 它涉及的信息点也是确定的 设计的证据链也是确定的 那么我们只要完成一部分以后 基本能把这个问题搞定 但是像中国和美国设计的这个法案 你说你如何界定一个人跟中共是雇佣关系 你如何能够界定一个人是不是大外宣 他有没有从中共那收钱 你如何去查账 你有没有这个授权可以查他们的账 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中国政府如果用一些外卖公司通过捣钱 把钱捣到海外 然后在海外直接把钱用投资 用广告 用赞助 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转给某个大外宣 你如何去查居民个人的收入呢 而且在美国的还好吧 他如果查 就发给一些在欧洲的 在澳洲的 在日本的 对不对 在其他国家的 你美国如何跨国到其他国家 去查询这个人是否是中共收买的 你毕竟是一个社交媒体公司 不管是抖音 推特 非死不可 对吧 他不是一个间谍公司 他不是FBI 他也不是CIA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有巨大的执法成本和执行难度的 而且咱们再往深了说 这个事情美国来干 该不该干 该干 难不难干 难干 我给你打一个形象比方 就好比你找了一个夜总会的头牌小姐 和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 你们两个人 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比赛 比赛的这个题目叫 如何显得自己非常的风骚和妩媚 都是女人 公平啊 我没让男人去啊 但是实际上公平吗 一个头牌和一个大家闺秀展示妩媚 不一样 大家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 你就说我们中国有一个俗话叫不要和傻叉争论 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样的层级之后 在用他丰富的傻叉 遗传的傻叉经验来压迫你 来击败你 在这个傻叉的问题上 在风骚的问题上 他远比你要有丰富的经验 你是比不过他的 所以美国的原则是什么 美国的原则是自由 美国的原则是开放 美国原则是自己足够优秀 一盘肉和一盘屎放在一起 傻子都知道吃肉 这是美国原初的竞争力 现在美国回过头来搞这种言论的制裁 抱歉我只能说 这真的不是他的专长 你没有吗 你跟流氓比耍流氓 你这玩意你能把自己急死 你能把他自己气死 流氓乐死了 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 你就看看对吧 美国你搞禁言 就说推特这个禁言 当然我们经常骂推特禁言 是推特禁言特别恶心 但问题是 你再推特比一比 你再看看中国的这个 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微博呀 微信啊QQ啊 其他的一些网站 有可避兴吗 论禁言中国是祖宗 论让你闭嘴 整个世界他是祖师爷 你美国通过这样的禁令 在执行问题上 会有一万个人 十万个人 百万个人跳出来 你侵犯自由 你侵犯怎么样 你的底蕴是自由 他的底蕴是禁言 你们两个对吧 有可比性吗 所以说话题说回来 做一个总结 说这么多 你们可以看到 这次美国这个立法 你如果说好事和坏事上 我们说还是归在一个对于所有追求言论自由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好事的什么 毕竟来说 有一定的限制 他表达的不是限制本身 而是限制背后的态度 就是咱们之前不止一次说过的 美国这条船完成了转向 以后对中国的限制 对中国的制裁 找中国麻烦会越来越频繁 力度会越来越大 中国受到的损失会越来越多 刚刚我在我节目录制之前 我瞟了一眼最新的新闻 说是习近平跟普京又通电话了 说是在主权问题上 要支持普京 你看这个话说的 其实我就不 我就这么说 咱们多说两句好不好 这个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我就不专门单一个开一个单章说了 这话说的特别有意思 什么叫在主权问 主权和安全问题上支持普京 懂我意思吗 他不敢说我全面支持普京 他不敢说我跟中俄关系我们无上限 因为他怕美国制裁 他怕整个世界的制裁 但是他又为了又要反应 又要证明 又要拉朋友在一起 又要安抚普京 所以他说我们在主权和安全问题上 对吧 乌克兰这个问题 不是关心你的主权和安全吗 对 我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你 就是说白了吧 就是有一个话说明 东时西速 我又想站着东边 我又想站着西边的 他表达了这样一种环境 表达这种观点 其实反过来证明了 中国目前的国际形势越来越差 所以为什么我提这一嘴 对 所以美国这次的制裁 只是一个阶段 在未来会越来越多 而中国在政治上会越来越被动 他被迫没办法 顶着美国制裁的这种压力 他要在一定程度上 对俄罗斯进行示好 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一起 对吧 这个抱团取暖 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 说相濡以沫 两条鱼在这车折里边 相互相吐泡沫 温暖对方 不如相望于江湖 因为在车折里的两条臭鱼 他互相相濡以沫 他也会最后一起死 与其这样 不如他们两个人一起 两个人不认识 但是你们在江河湖海里边 自由的游行 对吗 所以一个国家的方向也好 一个国家的未来也好 不应该是中国现在这种 就是说这点水活这点泥 然后水越来越少 泥越来越少的这种状态 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处在这个状态当中 别看现在很多消息传出来 说什么瑞典那边玻璃瓶没有了 原来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这些东西都是阵痛 当政客下决 你拿这个拿住我 我就不能让我的弱点拿在你身上 玻璃瓶是吧 你是觉得除了他吗 你俄罗斯没人造了是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阵痛现在脱钩 中国和俄罗斯认为自己能够捏住西方的尾巴 能不让对方屈服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屈服好不好 我个人更倾向于最后是中国和俄罗斯抱头痛哭 因为你拿别人的痛脚同时 别人斩断这个痛脚再次心生的时候 你们两个就只能抱在一起哭了 所以同样道理 如果美国你真的想遏制中国的发展 你真的想遏制中国对你的抄袭也好 或者影响也好 你应该抓的不是言论 你应该审查的是资金 中国每年花多少钱 外面撒钱也好 通过各种大外宣的途机 各种经费 这些钱是怎么到的 你们美国一些政客的兜里边 你应该去查一查 然后打铁自身硬 美国你团结你的盟友 重整你的价值观 重新真的是带领人类走上一条 更加优秀 更加健康 更加民主 更加团结 更加幸福的道路 把油价降一降 对不对 把很多问题解决解决 美国的治安问题 很多东西处理处理 欧洲的很多问题 对不对 英国那边 别再纠结于吃牛肉和牛撒尿的问题 多干点正事等等 这样随着时间的发展 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的差距 就会体现出来 极权固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极权的统治下 人民的生存 他们的生产力 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会无限度的趋近于零 这是极权国家在历史中 颠扑不破的真理 极权国家的民众的生产积极性非常低 而民主国家 由于他的劳动 他的付出 他的努力 和他的收入直接挂钩 那么就导致了民主国家 人民的生产力 他的生产积极性是极大的提高 我们在之前节目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现代文明 它之所以超越古代文明 并不是它凭空变出了什么东西 而是它把人民从农奴 从土地上释放和解放了出来 所以只有这样 才是整个世界超越碾压中国的唯一的机会 也就是说你保持自己打铁 还需自身硬 保持自己的高度的发展 不管是文明和经济 还有文化的发展 那么五年后 十年后 二十年后 当中国回到毛时代的时候 当中国回到解放前的时候 你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明 到那个时候 中国的政府官员 他自有考量 他自己会主动拆到这种墙 因为这个墙再围着他 他自己就要饿死了 他经历过好的生活 他经历过美好的时代 他们的红色家族 也想要过现代人的生活 也想要会所嫩模 而不想是一个一个的女红卫兵 又红又专 那样的人他们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说 经济发展 社会的生产力 是推动我们前进的一个原动力 而不是搞什么言论的审查 这只是一个政治的把戏 看看就好 是个风向标 别抱太大希望 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观点 看法和分析 当然了 有些人 就是说因为有强烈的感情 我可以理解 他们觉得说 我没有说支持这个问题 就会给我扣大外宣的帽子 甚至可以骂 我可以理解 你们随便 但是我想我应该说明白了我的道理 那么如果有不同意见的想讨论的朋友 欢迎评论区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说 我的观点如何说不同 咱们在评论区进行交流 好了 那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